软件打开以后 我们就要开始新建工程 编辑工程 在做这一步之前 我先跟大家说一下 怎么看我们这个软件的用户手册 和通讯连接说明 帮助下面 有一个用户手册 通讯连接说明 新功能说明 一般我们用到的就是 用户手册和通讯连接说明 你可以直接点击打开 但是打开的是word文档 未便于查找 我建议可以从开始 所有程序 听口 2.5 在这个menu这个文件夹里面 选择打开方式 pdf 用pd f格式 打开 这就打开了用户手册 我们再把 通讯连接说明手册也打开 这两个手册 这两个手册就是我们在使用软件的时候 进行查阅的一个手册 比如说我们现在要做一个工程 首先第一步是组态 组态的话可以在这个用户手册里面 查找 可以先看目录 从书签这里找一下目录 如何创建工程 这边比较简 这边比较简单 大家可以先看一下 然后现在我们讲解一下这个通讯连接说明手册 这个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手册 比如说我们现在要跟西门子200连接 想做一个工程 第一步要怎么组态 还有组态的时候 怎么设通讯参数 让它通讯起来 还有怎么做通讯线 第一步呢 我们首先要选择通讯协议 在目录这里找一下西门子 比如说 比如说S7200 这个对应的CPU 还有连接的模块 这边的话 Driver这里是通讯协议 每一款CPU都有对应的通讯协议 比如300 对应的是S7300 400PC这种 选好通讯协议以后 我们要先 我们要看一下 怎么设这个通讯参数 往下拉 这里有一个创口通讯参数及电缆制作 点击Setting 就可以看到这个232通讯的通讯参数 这一部分 还有485通讯的通讯参数 设置好通讯参数以后 我们现在想 知道怎么做线 然后返回去 从这里 书签这里返回去 还是在刚才 创口通讯参数及电缆制作 这个表格这里 点击一下 Your Owner Capital 进来 这个就是接线的方式 上面是232的 这个就是我们经常用到的 485的连接方式 165对835 好 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